- 今天好想要- 天天都想要- 要吃喝玩樂- 不會啊 - 都在家裡 每人跑跑場不是很正常嗎 - 要社會新聞- 我只要到這裡打到這裡我就好了 - 劉均耀下午兩點- 非要不可 - 好 換到酒吧新聞談 - 你現在說的是不是非要不可讓你非要不可的 - 劉均耀 社會友喲- 禮拜一對陣效耀 - 站不上是黃珊珊 黃大律師 - 黃大律師你好 - 劉哥好 各位聽眾大家午安 - 去剪了頭髮了 - 對 - 俏麗的髮型 - 因為頭髮我只要到肩膀一點點我就受不了 - 不是去去沒氣啊 - 對啊 - 順便去去沒氣了 - 是不是 - 倒霉的事情還是不少 - 上個禮拜我看到時報週刊 - 有一位議員叫做楊石秋的 - 那他對你有一些這個 - 這一個 - 我直接就講了 - 不時的指控 - 我都查證過了 - 不時的指控 - 讓我真的非常的生氣 - 我說怎麼那麼倒霉呢 - 沒有關係 - 但是今天呢 - 我看你剪了這個頭髮 - 然後我看你這個一副清爽的樣子 - 我覺得好像 - 好像你早就 - 已經過眼雲煙了 - 你已經放在心上了 - 最好就是這樣 - 碰到這種事情 - 只能用這種態度去處理啦 - 是啊 - 但是呢 - 聽眾朋友可能也許 - 有一些關心的朋友 - 有留言給我們 - 有看到時報週刊的報導 - 可是欸 怪了齁 - 時報週刊的報導之後 - 竟然沒有引起任何的媒體去跟耶 - 有跟了一下下啦 - 有嗎 - 但是發現都是傳聞 - 空穴來風 - 聽說 - 然後因為我也要提告 - 所以大概這個案就交給法院吧 - 但是你感覺就好像沒有什麼 - 但是我還是覺得 - 因為在我們這個節目中 - 閃閃是固定來賓 - 林瑞圖是固定來賓 - 只要 - 我們長久以來 - 一直所建立的一些信任關係 - 所謂信任關係 - 你說的話是讓我們覺得說 - 我們相信的 - 但是如果說 - 今天你們任何有人涉案 - 什麼 - 我跟你講 - 所有要第一個 - 我一定要挑 - 一定要挑戰 - 不是捍衛喔 - 是把事情說清楚 - 嗯 - 大家把事情說清楚 - 這樣子 -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做朋友 - 對不對 - 對 - 好 - 先讓你把話講清楚 -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- 因為 - 整個的報導裡面 - 我看不到任何像比方說 - 賴素如這樣子的什麼 - 一朵花一百萬 - 這樣的這些 - 具體的證據 - 都是傳聞 - 都是幹嘛的 - 是啊 - 那這個事情 - 我就讓你先來講 - 針對他的這個報導裡面 - 你所接收到的訊息 - 然後你現在要 - 後續準備怎麼來處理 - 因為那個時報週刊 - 它其實很惡劣 - 它在封面的時候 - 就寫了一句話 - 叫做 - 五個官員對楊石秋爆料 - 黃山山是未曝光的賴素如 - 廖哥這其實是很嚴重的指控 - 也就是說 - 對於賴素目前的 - 社會形象是一個 - 因為貪污涉案 - 而受壓禁見的犯罪嫌疑人 - 對 - 雖然還不見得會有罪 - 但是相對的是說 - 的確他的 - 收賄的情形 - 已經某個程度被 - 法院的裁定跟證實了 - 嗯 - 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- 對於我來說 - 當然是 - 非常嚴重的指控 - 對 - 也是傷害民意 - 非常嚴重 - 那內容原來就是我們的同事 - 十幾年的同事 - 楊石秋議員 - 對著這個記者說 - 我怎麼樣 - 我在98年 - 賴素如更早 - 就帶人去見了好市長 - 帶著這個所謂 - 我那個大學同學 - 柳月如去見了好市長 - 又去見 - 又在更早的97年12月 - 就去見了秋大展局長 - 是 - 然後接下來我也在幫他們 - 關說什麼私地主優先 - 甚至他後來自己在加碼說 - 我可以合法的收了錢 - 那賴素如是忘了用法律顧問的名義去收錢 - 是 - 所以他忘了那個保護傘 - 所以他被抽壓 - 意思就是說 - 我合法 - 他不合法 - 這整個過程 - 其實在耀哥的節目 - 還有跟耀哥私交 - 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- 其實我都很早就把這個事情跟耀哥說了 - 第一時間你就講了 - 是 - 包括那個你跟何月如的過程 - 對 - 第一時間我們就講 - 應該是98年6月 - 他在那次的第三次照標補件的時候 - 文件因為有一些市政府叫他補的件 - 他因為是日本公司投標 - 是 - 所以他沒有辦法取得比如說補退票證明 - 日本沒有這個制度 - 台灣有 - 我們那個會發給你一個這個證明 - 所以你可以證明你的財務沒有問題 - 對 - 可是日本沒有 - 你要補這個件是補不到的 - 是 - 所以我才會幫他開一個協調會 - 就是在98年6月29號開個協調會 - 講了四樣事情 - 你必須要提出什麼東西 - 那其他沒有的東西 -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- 這個協調會紀錄我念給大家聽 - 是 - 當時的結論就是 - 有四樣東西他必須要 - 依法一定要給的 - 是 - 鶴川公司他當時用鶴川公司 - 財務報告要請簽證會計師發函來更正 - 是 - 這是第一個 - 市政府已經收了件 - 但是你有一點錯 - 所以你要更正 - 第二個 - 合作意願書 - 財務能力開發能力 - 請他提出日本總公司 - 在2009年3月26號 - 確認函的授權證明 - 並將由日本總公司 - 擔任契約主體的證明文件 - 即合法認證 - 對 - 第三個是日本總公司的財務報告 - 跟開發時機會證表 - 應該補證日本會計師簽證的查核報告 - 而且要合法認證 - 這三樣東西是聯合開發處高家農處長來 - 開會的時候說這個我一定要 - 但是那個比較不是那麼明確的 - 不退票證明的 - 這些其他的文件 - 對 - 我們就告訴他說 - 這個因為涉及到是重大公共工程 - 建設 - 還有這是國際的企業來投標 - 那你這些程序的部分 - 你自己沒有辦法做決定 - 所以請捷運局專簽市府來合適 - 哪些可以不收 - 哪些東西人家沒有的 - 你可以不要收 - 那來確定他有沒有這個資格 - 是 - 這是協調會 - 你去幫忙 - 正式的協調會 - 講的這些內容 - 是 - 的紀錄嘛 - 而且我們當時就是看到他們的招標須知 - 可以知道說那個招標 - 其實從來沒有顧及到說 - 有可能是國外公司來投標的 - 才會要那麼多 - 只有台灣才有的東西 - 所以我們當然就會說 - 這個要專簽處理 - 就會跟市府其他的單位說 - 這個可能會簽給你們 - 是 - 簽給你們的時候 - 你們要顧及到說 - 這是國外公司 - 是 - 不要小鼻子小野子 - 看台灣那個不退票證明 - 一份文件沒有 - 沒有了 - 對 - 這個是當時的過程 - 那後來比較離譜的是 - 賀川公司連前面三樣都沒拿 - 所以就沒有發生過第四樣說 - 要去專簽處理 - 到底可不可以 - 前面三樣都已經拿不出來了 - 你幹嘛還有第四樣那個資為末節 - 這根本都不用講 -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- 已經有點怪怪的 - 大學同學 - 何月如有一點 - 感覺上他 - 他有在 - 騙你的 - 他的意思是說 - 可能日本公司什麼時間不足啊 - 我也沒有仔細聽 - 就是好吧 - 那就不足就不足了嘛 - 好那就重來吧 - 對 - 所以第98年6月開這個會 - 大概7月大概就拿不出來了 - 所以市政府在98年的11月 - 就做了第四次的公告 - 在11月份就結標 - 是 - 結標就是上次我跟耀哥說的 - 他又來了 - 對 - 何月如又來了 - 又來的情況就是 - 他在結標那天付的文件 - 文件有了 - 但是保證金 - 他只會了1% - 是2億多還是3億多 - 他只會了1% - 200多還是300多 - 對 - 詳細數字我也不記得 - 然後他就說 - 他被退會 - 是賬號有問題 - 所以 - 我真的也看到那個退會 - 台北富邦銀行 - 是 - 怎麼會市政府的賬號 - 讓人家匯不進去 - 所以我們又找了這個高處長 - 怎麼回事 - 高處長看一看 - 好像是公告須知是寫連開處 - 對 - 其實他們的賬戶叫做捷運局 - 所以他也認為說 - 那是我們賬戶名稱上 - 沒有標示清楚 - 沒有弄清楚 - 所以那這樣子時間也截止了 - 你的文件雖然送進來 - 可是你保證金的確沒有進來 - 對 - 那高處長就說 - 那你先拿出來 - 當天全額的保證金的存款證明 - 存在銀行準備要匯不進來的那個 - 那你存款證明來 - 對 - 那我們就鑽籤看能不能收 - 是 - 那我也覺得很合理啊 - 是 - 所以高處長就說 - 好 - 那後來侯月說 - 我可能要從海外匯款 - 所以高處長就說 - 可以 - 海外存款證明也可以 - 只要是銀行開放 - 當天有三億多新台幣足額的存款證明 - 我們就 - 我就幫你券 - 認他 - 過了兩天 - 高處長就說 - 抱歉 - 他拿不出來 - 各位 - 你是我的同學 - 對 - 我在合法範圍之內 - 我已經盡量幫忙爭取 - 而且這也是合理的嘛 - 對 - 你有存款證明會不進來 - 那當然不是你的錯 - 是 - 兩次以後我就覺得 - 他說他要爭議 - 我說那就去爭議吧 - 反正 - 市政府任何公務員 - 都不可能再 - 再收你的見了嘛 - 那如果你認為這個程序 - 市政府有錯 - 那你就去提告 - 從那次以後 - 到今天為止 - 我沒有再見過何岳如這個人 - 好 - 接下來 - 所以楊議員說 - 我98年 - 比賴樹議員還要早 - 去官說啦 - 我官說就是 - 光說我剛剛講的這兩件事 - 就是正式開協調會 - 正式只要連開處 - 這不叫官說吧 - 這 - 我就是正式公公開開協調會 - 這個就是開協調會 - 我如果官說 - 他就得標了嘛 - 什麼叫官說 - 都違法的 - 是 要壓著你們 - 硬要給他合約 - 才叫做官說嘛 - 對 - 開協調會是 - 逼人家給合約 - 才叫官說嘛 - 本來沒有的東西 - 你硬要人家給 - 我正式開協調會 - 對 - 正式給文件 - 結果你文件 - 真的拿不出來 - 對 - 是政府沒有核准你 - 是 - 我有要求市政府 - 做任何違法的事嗎 - 沒有 - 是啊 - 而且協調會都有紀錄 - 是 清清楚楚 - 今天這個會議紀錄 - 都非常清楚 - 幾點的決議 - 四項決議 - 對 - 所以這個周刊有兩個事情是非常的好笑的 - 對 - 他說我97年12月就帶著他去見邱大載 - 98年6月我才知道他有不見這個事情 - 對 - 97年我這麼神奇 - 我就可以帶人去見他 - 是 - 就我97年就已經在官說了 - 所以這個事情 - 那他為什麼98年會留標 - 會失格呢 - 真奇怪嗎 - 他第二個說法是 - 就是其他五個首長跟他講 - 98年年底 - 我要帶著何月如去看好市長 - 嗯 - 98年6月施隔一次 - 嗯 - 98年11月施隔第二次 - 我是白癡才會還說要帶他去見好市長 - 嗯嗯嗯嗯 - 所以這兩個事情就是不實的嘛 - 嗯 - 那但是楊藝媛都說是另外五個首長爆料 - OK 那就請那五個首長出來說 - 出來證明 - 對 - 那最奇怪的就是說 - 他說 - 我因為在那個時候 - 就已經去關說了 - 嗯 - 所以我是比賴蘇魯一員更早 - 所以我是一個未曝光的賴蘇魯 - 嗯 - 各位 - 如果我是一個 - 一個人 - 好我平常 - 比如今天一個同學 - 你弄 - 你這樣子兩次來 - 我已經幫忙 - 但是 - 你還是拿不出來 - 嗯 - 如果還不知道你有問題 - 那我就真的是白癡 - 嗯 - 也就是說 - 我自己被這兩次 - 幫忙的結果 - 都是你拿不出來 - 變成 - 我好像自己 - 我跟他是一夥的傻瓜 - 我跟他一起去騙市政府一樣 - 嗯 - 我自己都覺得我受騙了 - 嗯 - 我如果還不知道我受騙 - 那我真的就是白癡了 - 嗯 - 可是你看市政府 - 連開處 - 這兩次也是市政府主辦的 - 嗯 - 他們都知道他失格了 - 嗯 - 可是第五次招標 - 就是這一次他們用太極雙心 - 嗯 - 畫了個名字 - 畫了個名字 - 但是同樣是何月如 - 對 - 可是他們不認為他們被騙 - 所以 - 就是我 - 誰是白癡 - 我被騙了 - 嗯 - 我如果都不知道他是騙 - 他們可能是騙的 - 嗯 - 我自己都覺得我有問題 - 是 - 那所以我在這一次 - 才會去提醒市長 - 對 - 他的意思是說 - 我這次去提醒市長 - 叫做賊的抓賊 - 是 - 就是說我之前就是幫他的人 - 然後我跟他們鬧翻了 - 所以我這次才去警告市長 - 對 - 我說第一我也沒有跟誰鬧翻 - 我幫忙你 - 但是你做不到 - 嗯 - 我的感覺就是你有問題 - 嗯 - 那我也沒有所謂的鬧翻 - 因為我從來沒有跟他掛在一起過 - 是 - 那最重要的是 - 這次我提醒市長 - 我就是要 - 我就是很納悶啊 - 這麼多的傳言 - 嗯 - 市政府竟然不為所動 - 而且他們好像不曾知道 - 嗯 - 他曾經有過這樣施隔的事情 - 嗯 - 這才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嘛 - 是 - 就我都知道他這樣是有問題的 - 對 - 你是市政府 - 第五次招標 - 嗯 - 你還不知道他前面第三次跟第四次的問題 - 嗯 - 沒有跟市長報告 - 嗯 - 然後市政府還號稱是夢幻團隊 - 嗯 - 一定如期簽約 - 如期淡碼 - 我都覺得 - 這個過程 - 你真的不是愚笨 - 是 - 你們真的是有鬼 - 就是裡面 - 就是內神通外鬼 - 不然的話 - 否則的話 - 怎麼會這個事情變成視而不見呢 - 再來一個 - 今天如果齁 - 三三你今天是要去關說的話 - 我請問你 - 我也認識會幾個會關說的議員 - 他們在關說的過程裡面 - 會開協調 - 會還做成決議嗎 - 有過這樣子的嗎 - 沒有 - 都是什麼 - 直接就是私底下 - 施壓 - 施壓 - 拜託 - 錄音機給我關掉 - 怎麼還可以錄音呢 - 像林醫師這樣 - 一刀斃命的錄音帶嗎 - No - 他直接是 - 他不會去開協調會 - 來做決議的 - 還要讓你有一個遵循的方式 - 就是說 - 你官員 - 跟廠商 - 來 - 協調之後呢 - 有哪些決議 - 你按照這個決議 - 來走 - 給你一條路 - 這叫做協調會 - 而且協調會 - 不是關說嘛 - 要議會正式發文給各單位 - 對 - 各單位要再正式回文給議會 - 說 - 還有議員 - 後面是怎麼後續 - 我們現在怎麼處理 - 對 - 後續追蹤嘛 - 都是正式公文流程 - 是啊 - 不會是那種 - 如果真的要關說施壓 - 哪會做什麼決議啊 - 拜託 - 但是 - 這個事情呢 - 我還要 - 再講的就是 - 那媒體呢 - 時報中央這一次 - 為什麼墮落成這個樣子呢 - 那個社長叫夏珍也是我老同事 - 我為什麼想說墮落 - 你知道嗎 - 因為 - 文章的報導的內文裡面 - 內文喔 - 裡面 - 有兩兆病程 - 他有問楊池秋怎麼講怎麼講怎麼講 - 然後有問黃珊珊怎麼講怎麼講 - 是 - 可是他的標題 - 卻下的就是說 - 完全就是你啊 - 是黃珊珊 - 就是一個未曝光的賴素如 - 然後他怎麼樣 - 幾乎就是認定你就是 - 貪污 - 就是裡面的一個共犯貪污者嘛 - 任何一個人看了 - 只要他有一天 - 只要他認識中文字 - 他看到那個標題 - 封面 - 絕對是這樣的 - 的認為 - 對 - 他 - 我如果都還沒有看到內文 - 我就會認為說 - 看完內文之後呢 - 我真的 - 我真的把那個 - 那個雜誌拿起來 - 就摔在地上 - 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- 為什麼 - 哪有人 - 你今天做一個媒體 - 你今天在報導一件事情上面 - 你兩兆病程之外啊 - 你連下標都必須要非常的公允 - 嗯 - 你不可以說 - 你心裡面就想說 - 只有某一個人的說 - 或者 - 我為了要賣錢 - 要多賣幾個報分 - 所以呢 - 我的話眾取寵 - 希望大家趕快去買時髮週刊來看 - 可是 - 我跟你講 -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- 不是只有 - 傷害在 - 或作用在 - 當事人而已 - 它也會作用在你媒體本身 - 你不信 - 你試試看 - 所以 - 對媒體 - 這樣子的一個 - 不公允的 - 報導 - 或下標的方式 - 珊珊你們這邊怎麼做 - 其實我們一向不願意對媒體 - 嗯 - 針對他 - 因為他畢竟也 - 還是報導 - 但是因為這個就是 - 耀哥講的這個標 - 嗯 - 衝著這個標題 - 這個是會非常引人錯誤的 - 而且它是放在封面 - 然後裡面內頁當然也有 - 那比較嚴重的是 - 它被電子媒體引用為跑馬燈 - 是 - 這個的傷害不是單純他說 - 因為它是引述別人的話 - 各位 - 如果我一般的狀況 - 我不會特別去針對媒體 - 但是這一次的話 - 我不得不針對時報週刊 - 嗯 - 跟這個所謂它爆料的來源 - 楊石秋議員提出相關的訴訟 - 對 - 這個是必須要在 - 我要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 - 還有對於這件事情 - 過程中到現在 - 整個是政府有關的問題 - 嗯 - 全部你都看到這些首長 - 如果這五個首長是真的 - 嗯 - 他把這些話轉給了楊議員 - 那看起來就是奇怪 - 這個第五次招標 - 哪個議員能夠影響招標的內容 - 嗯 - 哪個議員可以影響招標的程序 - 甚至誰得標 - 嗯 - 整個事情的問題是出在 - 現在這一次的招標 - 前面第三次跟第四次 - 如果我這麼有影響力啊 - 嗯 - 那他就得標了 - 嗯 - 就不會到現在了嘛 - 現在 - 我就會對楊議員提出 - 跟時報週刊都提出相關的訴訟 - OK - 所以沒有道歉 - 直接就是 - 不需要道歉 - 不需要道歉 - 一定要讓司法做調查 - 很簡單 - 這五個首長 - 請他出來到法院說 - 好 - 那我有必要 - 可能還必須要請好市長當證人 - 唉 - 太好了 - 太好了 - 好市長 - 進廣告廣告做幾兩 - 好 - 換來98新聞台 - 我是劉俊耀 - 受藥藥 - 黃珊珊 - 黃大律師在我們現場 - 珊珊你好 - 耀哥好,大家好 - 是,委屈的珊珊 - 珊珊來自 - 會發現說 - 在這個事件 - 不要說這個事件 - 其實從政本來就是很多爭議可能 - 發生爭議的地方 - 那其實就是我跟耀哥 - 我們在這邊最堅持的 - 就是包括你們北體 - 包括我們從政 - 其實就是一條線 - 用一條線在自己的心裡面 - 心裡面 - 道德 - 你做什麼 - 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- 對 - 你如果做了壞事 - 也不可能藏得住 - 對 - 那你沒有做事 - 當然也不可以讓人家隨便的抹黑 - 是 - 該爭取的權益 - 我們一定爭取到底 - 而且呢,不是 - 最主要是喔 - 跟聽眾朋友你們做的 - 我是建議不用去買啦 - 時報週刊 - 可以不用去買 - 聽我講就可以了 - 因為買了你就浪費錢 - 因為根本就是 - 如果 - 一立老鼠死壞了一鍋粥啦 - 我相信可能其他的報道都很好 - 這本時報週刊 - 可能其他的都很好 - 可是這一篇呢 - 讓我覺得說 -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- 因為 - 墮落的時報週刊 - 我是時報出身的 - 我太清楚 - 這樣的一個過程 - 可是 - 現在的時報週刊 - 我看了一下 - 我發現 - 你怎麼會 - 把一種都是 - 是截錄傳聞的東西 - 拿來當作你報討的一個主題 - 欸今天 - 今天哪怕你 - 林瑞圖 - 誰在我們這邊講 - 沒有白紙黑字 - 我是 - 我是把關 - 我是把關者 - 我會先過濾說 - 欸這個好像沒有白字 - 只是 - 純粹是傳聞喔 - 我說這樣子 - 不可以亂說 - 不可以亂講嘛 - 可是 - 你時報週刊 - 竟然可以把白紙黑字 - 去 - 這麼的清楚 - 去講一些傳聞 - 而且這些傳聞更可笑的是 - 第一時間 - 有聽眾朋友 - 都長期聽我們的節目 - 珊珊第一時間就講了 - 把 - 因為我要求 - 你要告訴我 - 欸 - 因為何月如是你的大學同學 - 那這個事情 - 你都沒有 - 你是怎麼樣去中間 - 有過哪些接觸 - 你都不可以隱瞞我喔 - 你要講喔 - 珊珊是不是講了 - 講得非常的清楚 - 啊結果呢 - 現在 - 他們不過就是把這個事情 - 再講一遍 - 但是呢 - 變成多了五個什麼手掌 - 然後來爆料說 - 你早就帶了何月如 - 去做官說 - 各位 - 把它講清楚喔 - 這個 - 這個 - 事說心語 - 這不是事說心語喔 - 這是官說協調或什麼 - 都是非常清楚 - 它是有定義的 - 是不是 - 它是有具體的 - 的行為 - 作為是什麼樣的 - 不是說 - 你講官說兩個字 - 人家就會以為說 - 哎呦 - 這好像在做壞事 - 說實在 - 官說已經被污名化了 - 對 - 把哪怕現在有什麼遊說法 - 都已經 - 人家說 - 哎呦 - 它在官說 - 就感覺上 - 它是做壞事了 - 各位我們 - 當民意代表 - 我們一個禮拜的協調會 - 可能十幾場 - 都在官說嗎 - 包括民眾一個紅單 - 是 - 它覺得有爭議 - 它覺得它沒有月限 - 我們都會到現場 - 看地方 - 然後幫它再開個協調會 - 是 - 然後請警察說 - 當時它是怎麼站 - 是 - 就要一關一關去幫民眾禮行 - 只要你有一天 - 嗯嗯 - 這就是我們民意代表 - 平常在做的事 - 是 - 任何事情就是白紙黑字寫下來 - 對 - 白紙黑字寫下來 - 最後你認為沒有爭議 - 嗯 - 那市政府你就回他 - 那他就去告 - 是 - 那如果市政府認為自己 - 的確有點錯 - 那市政府願意 - 願意調整 - 那民眾就會滿意 - 對 - 我真的 - 我的爭取有道理 - 這本來就是大家的過程 - 對 - 我們不是司法機關 - 我們也不是行政機關的上級機關 - 但是你總要聽民眾說什麼 - 嗯 - 你今天給他一張法單 - 他有他不服的地方 - 嗯 - 那不服的地方有沒有證據 - 是 - 有沒有道理 - 我們開協調會來把它釐 - 對 - 至於你們的權利 - 請你們主管機關 - 是 - 本於職權依法辦 - 對 - 那如果人家說的真的有道理 - 有證據 - 對 - 你公務員不是每天都是對的 - 是 -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個協調會 - 對 - 包括我們現場會看哪個馬路 - 哪個水溝應該怎麼做 - 是 - 聽聽民眾的意見 - 不然你做完之後 - 不適合這個社區怎麼辦 - 所以這叫協調會喔 - 但是關說是什麼呢 - 一樣是罰單喔 - 以前就是丟回去給你交通大隊 - 給我撤掉 - 或者幹什麼 - 那就是關說施壓 - 欸搞清楚嘛 - 所以說 - 我為什麼會講說 - 時報週間墮落 - 你知道嗎 - 就是因為你明明 - 我看到裡面的那個內文的時候 - 我發現 - 他也有問你的意見啊 - 他兩邊雙方 - 你的意見並程啊 - 就並程之後呢 - 你還是選擇 - 只用了偏頗 - 偏於楊石鳩的這樣的一個指控 - 然後來做標題 - 然後來讓大家誤以為 - 哇 - 黃珊珊 - 原來你就是未曝光的賴訴儒 - 所以我覺得喔 - 更何況說 - 這個事情是很容易查證的 - 嗯 - 他說了A - 我說了B - 他說我97年就去見了誰 - 是 - 98年底又要去見市長 - 是 - 我們發個公文給市長市 - 是 - 我97、98年有沒有要見市長 - 嗯 - 我跟薄哥耀哥講了嘛 - 請你找你吃飯 - 你都不要了 - 為什麼 - 因為我在95年 - 我當選連任市長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- 就是六年初我們就有一群里長 - 想要透過議員去見市長 - 嗯 - 就陳情他們有關內湖的我們什麼污水處理場 - 那個會會會虧虧的問題 - 嗯 - 因為有的理太多 - 有的理沒有 - 嗯 - 然後大家不是很公平 - 那我們跟市長是聯絡的結果是 - 市長可以見議員 - 不能見我帶去的人 - 呵呵呵 - 好 - 所以從那天開始 - 我就知道 - 因為以前 - 以前馬市長在任的時候 - 其實馬市長是會接見的 - 我們議員代理長 - 因為里長他們要等市長的那個什麼 - 區體說明會要等 - 排12個行政區 - 要排到可能一年後才能排得到 - 嗯 - 所以他們通常會急 - 那以前馬市長其實是會見 - 嗯 - 就算馬市長不見,副市長也一定會見 - 嗯 - 所以這次他們的 - 不是我要見誰 - 是這群人想要見誰 - 對 - 我們當然是 - 你是橋樑 - 對,我們是橋樑 - 那他不願意見 - 我就跟里長說 - 可能你們就等那個區體說明會 - 我從此以後就知道 - 不需要再去求見市長 -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時候 - 我自己根本沒有事要找他 - 是 - 我這次會找他 - 是因為我認為 - 那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- 嗯 - 但是我自己沒有事要找過他 - 嗯 -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再去安排 - 嗯 - 所有什麼帶誰去見市長這件事 - 嗯 - 所以這個完全是可以輕易查證 - 你只要給市長是打個電話 - 嗯 - 他可以馬上調出市長 - 所有 - 包括所有議員發的公文來 - 曾經有沒有要求過 - 是 - 包括都有記錄 - 哪個聯絡人 - 什麼時候聯絡人 - 說哪個議員想要見市長 - 都會在他們的 - 你只要打個電話去問 - 為什麼媒體不打呢 - 實報週刊也可以打 - 楊議員也可以打 - 沒錯 - 但是 - 這兩個人都沒有打 - 為什麼不打 - 為什麼不打 - 因為就是要打模糊仗 - 打模糊仗 - 你認為說 - 因為你今天去打了之後 - 市長說 - 欸沒有喔 - 沒有的時候 - 市長是已經正式回我公了 - 沒有啊 - 所以你就知道說 - 這些人的居心叵測 - 那為什麼呢 - 為什麼楊石秋 - 你要來做這樣的不實指控呢 - 後面是誰呢 - 是誰受益的 - 還是他自己 - 他自己算了 - 我們也不能把一些 - 其他的動物侮辱到 - 所以他說五位市府首長 - 跟他這樣說 - 我就說很簡單 - 這就是要增加自己 - 說話內容的可信度嘛 - 也不是我說的 - 是誰誰誰誰剛才說的 - 對 - 這種就會很容易 - 讓人相信他是真的 - 拿一些墊背嘛 - 對 - 然後第二個 - 這個內容其實 - 你可以來跟我查證 - 你為什麼不來跟我查證 - 對 - 也就是說 - 大家都在議會 - 每天都可以碰得到 - 嗯 - 這是很容易查證的事情 - 對 - 所以我感覺啦 - 這個事情在市政... - 而且楊議員也是 - 調查小組的成員 - 嗯 - 你要調查的對象是市政府 - 嗯 - 結果你相信這些市政府 - 所有的官員跟你 - 跟你報得了講的話 - 對 - 請問你有辦法好好調查他們嗎 - 我看這個人 - 第二個 - 這裡面有一個叫邱大展局長 - 是 - 邱大展局長我在邀哥的節目也講 - 我高度懷疑這個人有問題 - 嗯 - 嗯 - 那你這個人 - 呃 - 那如果邱局長 - 現在是檢調調查的對象 - 也是市府 - 調查小組 - 議會調查小組 - 調查的對象 - 他這樣說我 - 因為我曾經指控過他 - 對 - 他跟我說太極雙線有多 - 我相信他對我也不是很滿意 - 是 - 但是相對的是 - 有沒有見 - 有沒有在97年就帶人去見他 - 這是一個可以查證的事情 - 如果這個是邱局長講的 - 對不起邱局長 - 好 - OK - 所以今天至少聽珊珊把這事情 - 我們再講了一遍 - 再講一次那麼清楚 - 那沒有關係 - 已經進入法律階段了 - 是 - 這個法律階段呢 - 我們也不需要浪費時間 - 再跟他們撤 - 我看因為珊珊也非常珍惜司法資源 - 她連刑事都不告了 - 對不對 - 你為什麼不告刑事呢 - 刑事是 - 刑事告訴當然要通用到檢察官 - 通用到刑事法庭 - 其實你當事人是沒有負擔任何的成本的 - 對 - 最簡單的 - 就是你就告刑事讓大家去查 - 對不對 - 第二個我是覺得 - 我重要的是要恢復名譽 - 所以我刑事告訴我 - 我還是要告刑事 - 將來的賠償也好 - 登報也好 - 我們都是要以民事來做最終的處理 - 所以我覺得第一就是讓大家 - 因為民事庭法官 - 他也可以做相關的調查 - 是 - 所以其實反而可以更公開 - 因為檢察官怎麼偵查不公開 - 有很多人在裡面講的話 - 還是沒人知道 - 是 是 - 那我們就好好的在法庭上說清楚 - OK - 所以說這是黃大律師 - 因為我們繳裁判費嘛 - 對 - 我們至少付出代價嘛 - 是 - 那你告的刑事其實是 - 其實是國家在幫你們查 - 你們兩個之間的糾紛 - 對 - 那我是覺得那既然要公開 - 就好好的民事庭門打開的 - 因為檢察署畢竟門是關起來的 - OK - 對 - 連在這個司法途徑的選擇上面呢 - 他都先顧慮到 - 你會不會浪費了國家的司法資源 - 相較於楊師兄 - 我就不講了 - 好 - 接下來我要討論一個問題 - 因為我發現最近的一些 - 人民的對於法律的構成要件 - 實在是太模糊了 - 包括公眾人物 - 最近 - 余美人 - 那個James回去 - 然後要拿衣服 - 但是這個事情我不想談 - 我要談的是說 - 余美人說 - 我要告你呢 - 無故侵入住宅 - 那James他們說要告你恐嚇 - 這到底呢 - 我看了一下 - 這很多構成要件都不符耶 - 怎麼會大家連 - 公眾人物呢 - 對於這種判斷 - 其實也沒有 - 所以說必須呢 - 我想呢 - 來講給大家聽一下 - 我先進廣告 - 廣告之後呢 - 咱們繼續聊 - 好 換來九八新聞台 - 我去劉俊耀壽耀 - 黃珊珊黃大律師在現場 - 珊珊妳好 - 廖哥好 大家好 - 好 這兩天 - 大家有聽到余美人 - 在電視上這個尖叫 - 她的女兒Mina也都是 - 那這兩天 - 其實對這個事情呢 - 加乎是我們不予評論 -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- 因為他們的這些行為 - 到底有觸犯到哪些法律 - 互相再做一些控告嘛 - 那這部分呢 - 我倒反而希望呢 - 珊珊來幫我們釐清一下觀念 - 什麼樣叫做呢 - 非法侵入住宅 - 那這個部分 - James 他回去 - 他是他的這個房子的租住人 - 租屋人的簽名代表是他 - 那他們住在裡面 - 宜美人跟他的媽媽女兒 - 那但是呢 - 他現在那天帶著呢 - 他的什麼表舅姐姐 - 表舅媽回去 - 那這個部分呢 - 有沒有觸犯到 - 非法侵入住宅 - 基本上那個 - 非法侵入住宅一定是用 - 你沒有權利進入這裡 - 來認定說你有沒有非法 - OK - 那 James 是這個家的一成員 - 雖然他可能現在是分居的狀態 - 但是他畢竟還是 - 很難說夫妻或同住的家屬 - 進這個家會變成非法 - OK - 幾乎很困難 - 很難 - 除非兩個已經有家暴令 - 或有其他的這種法定上 - 限制 - 否則你很難說 - 對,否則你很難說 - 就好像 - 有的媽媽想要把女兒在家裡啃老竹 - 不肯出門 - 你也不能把他趕走一樣 - 就沒有法律上說他 - 你也不可以換索 - 對 - 換索他可以 - 對,對 - 譬如說這是同材共聚的家屬 - OK,好 - 但是就是說這個 - 他帶了他們不認識的親戚 - 表姓嗎? - 進去 - 那要看那個開門的狀態 - 嗯 - 那當然是說 - 女兒比較年輕 - 開了門 - 爸爸就 - 出發進來 - 那 - 那個開門的動作 - 當然是 - 統一你進來的意思 - 嗯 - 那爸爸這樣子進來 - 基本上爸爸的部分沒有問題 - 那現在就是那兩個人進來的話 - 跟著這個人進來 - 那 - 跟著爸爸進來的啊 - 跟著他進來 - 可能就沒有非法的可能性 - 但是無故親戚住宅裡面還有一條 - 就前面是這個進入的部分 - 嗯 - 另外一條就是說 - 比如說很多人去談判 - 要欠錢要還錢 - 開始就會做一些奇怪 - 比較激進的動作 - 嗯 - 那法律裡面還有一條說 - 我核赤 - 就令你退出 - 而你拒不退出 - 喔 - 把你趕出去了 - 你給我出去 - 比如說這個 - 假設這個表舅 - 表舅媽 - 他們進來是沒有非法的部分 - 但是如果 - 至少居住在這裡的人 - 叫你出去 - 你沒有權利在這裡的話 - 它命你出去 - 而你拒不退出 - 就可能還會有這條罪 - 喔 - 有很多就是那種 - 就是去討錢的人 - 是是 - 常常都會 - 都是你開門讓我進去 - 對 - 可是 - 比如說我比較吵架 - 或幹嘛的時候 - 其實你在你的住家裡面 - 你是有叫人家退去的權利 - 嗯嗯嗯嗯 - 你有說你出去 - 你出去 - 對 - 這個人一直不出去的話 - 他就可能會有這個所謂 - 非法侵入的 - 非法的意圖了 - 就是在你已經請他走 - 而他不走 - 大概相當時間 - 嗯 - 比如說你不能說叫你走 - 你馬上不走你就犯罪 - 不是 - 一定經過一個相當時間 - 從那個客觀的情況 - 你其實你已經知道 - 人家不願意你在這個住宅裡面 - 是 - 因為我們對住宅 - 這是一個對住宅的保護 - 是 - 所以這個行為就有可能 - 構成第二款 - 就是這個所謂 - 命你退去而不退去 - 這是第一個 - 這是第一個 - 所以你開門讓人家進來的 - 就很難說人家是非法侵入 - 是 - 但是譬如說談到不愉快 - 只要是住宅 - 你就有要求人家退去的權利 - OK - 那他還不退去 - 你才可以行使 - 提這個告訴 - 這個可能就會成立 - 所以要人家退去 - 我想這部分你都要有錄音錄影 - 有的時候 - 或者 - 或者是鄰居 - 或者是有朋友 - 有看見 - 而且待場還有警方嘛 - 對不對 - 警方其實在面對這種事情 - 實在是 - 其實都常常兩邊 -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- 清官難斷家務式的 - 對不對 - 更何況 - 那所以這個事情 - 在這個部分 - 很多人會說 - 這樣子也算非法侵入嗎 - 所以說有些人 - 概念是模糊的 - 爸爸也許沒有 - 但是另退去的時候 - 有沒有 - 所以我們如果當客人 - 去人家家裡 - 今天他如果他說 - 欸你給我出去 - 我們最好彼此摸了 - 趕快出來 - 嗯 - 對 - 否則的話他可以到我 - 合理的時間啦 - 合理的時間嘛 - 總要讓我穿鞋吧 - 是不是 - 你不能這樣說 - 說我出去 - OK - 那這個事情呢 - 大家 - 也沒有了解了咧 - 好不好 - 今天非常感謝 - 委屈的珊珊到我們現場 - 謝謝 - 謝謝